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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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姐, 不好意思 給我爛心, 哥哥, 你給我爛心 愛姐已經很慘了 你給芯姐她, 至少讓她可以拜下她 我叫你別管這件事 芯姐是我最親的人 你是我爸爸, 我怎麼可以不理 你不妙及和芯姐之間的感情 你要當幫你自己跡下的陰德 如果我心軟揚 就不會生存到今時今日 那你認芯姐是你殺的 是我殺又怎樣 那你應該得到應得的懲罰 你真的向你爸爸坐牢? 是, 可惜無論你坐多少年牢 都來補不回一條人命 上一次你去坐牢, 我沒有來探望你 但我告訴你, 我這次一定會 因為我想看你在裡面有多折磨 你不要在我 好 你怎麼會死呢 我... 你怎麼會死呢 你唯一 我是我 你會死我 我 過著芯姐 我對不起芯姐,我也對不起你 如果不是因為我 你不會弄得沒有警察做 不會走投無路 其實有很多事是我們控制不了 證明你是乾口的女兒一樣 如果你繼續討厭她 只會令自己辛苦 以前在一個世界裡 只有對我好的人和對我不好的人 只要爸爸對我好 他做了什麼我都可以不管 但是他現在害死了芯姐 外姐這麼淒涼,她都可以無動於衝 她的所作所為,我不可以再假裝看不見 芯姐的死,不多不少跟我們有關 芯姐雖然不在 但你可以為他做點事,你願不願意 愛姐現在心苦熱冷,不想再做愛心屋 愛心屋是芯姐的心血 如果就這樣結束,實在太可惜了 芯姐又這麼喜歡做點好東西 跟人家分享 這樣吧,你接手做愛心屋 讓芯姐坐在天之靈,會覺得安慰 你說得對 我要搞好愛心屋 當作是瑞芯姐的一些寶償 今天晚上七點鐘有批貨到 阿文,你也接貨 知道 鍾,工場那邊準備得怎麼樣? 隨時可以復工 只是愛姐結束了愛心屋 在天空的餐廳出路 大家要注意點,以免有人注意 不用擔心 我已經找到人做愛心屋的伺牌人 很快會開花的 你什麼? 是,柔柔 你在開玩笑嗎? 你怎麼可以讓笑哥的女兒 當愛心屋的負責人呢? 連你也不相信,只是沒有人會懷疑 效果在經營的食店後面 仍然會有工場 你先讓工場曝光 再利用人的心力 讓悠悠做掩飾,雙重保險 這樣愛心屋就變成 最不可能是工場的地方了 對不起,效果,我自發自為 我怕早就告訴你,會不肯利用猶猶 不要緊,你這次做得好 我以前就是太過感情用事 差點住成大錯 要成功就要不擇手條 阿文,你快過來嘗嘗 很香,先嘗嘗 怎麼樣…比上次還好嗎? 一百分 太好了 反正愛心姐的拿手名菜 我不可以釣他假的 你也嘗嘗 效果 可疑不同了 弄得不錯 是呀,由我為了搞好愛心屋 任何事都親來親為 還親自下廚日不斷試菜 效果 這道反三戶是由一個傑作,不如你嘗嘗 我吃過飯了,不用了 搞好愛心屋就好了 有些事做一下,不用整天胡思亂想 是呀,好像你這麼忙,連心姐是胖是瘦 你都不記得了 殺完人還可以扮若無其事 你說什麼? 女友,別撐住你的爸爸 你幹什麼都要幫著他 這個人我見到他一面,我都嫌多 我搞愛心屋就是不想再見到這個人 你再這樣跟著他 我真的怕有一天 我不知道在哪裡找回你的屍體 加油 效果,我替你撇掉他 不用了 超Sir,我最近看了一本 講犯罪心理學的書 它裡面說 凡乎月圓之夜都特別多罪案發生 今晚又是月圓之夜 不知道阿寶他們在外面 會不會特別多工作呢 我想他們跟我一樣很想你快點好回來 然後看著你精神逆逆地 跟他們一起當家而已 不用等到下一次預言之夜 胡Sir,為什麼你也會來? 來醫院探守租我已經習慣了 我不是跟你說過的 我以前有個下屬 跟我一起去行動的時候 變成了情文人 我記得,他昏迷之後 突然就像奇蹟地醒來 然後還回警隊做文職 其實只要有耐性 奇蹟周不時都會出現 阿超有你們的支持,很快會上班 也對,超Sir那麼喜歡當警察 哪會這麼快退休 怎麼樣?雖然停職而已 但是精神力逆 超Sir也這麼厲害 我怎麼可以輸給他? 對,所以我最近就看書、做運動 還有反省一下之前自己做錯過的事 反省了什麼? 我覺得我太衝動,太信直覺 而且一直都當阿文是我的好兄弟 因為他有一句話 我只走去私事行動太而起 下次讓我見到他,我們不會放過他 直覺不是代表感情用事 對,在經驗累積,讓我們可以迅速判斷 你不是說證據也很重要嗎? 證據固然之重要 但其實這個世界哪有100%證據呢? 當證據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信還是不信,直覺可能能幫到你 一時三刻消化不是嗎? 當我消化得到的時候,才謝謝你 吳Sir,其實有件事我很想你幫幫忙 什麼事? 之前在愛心屋,我因為私事行動 防礙到重案組的阮Sir搜集證據 我很想你幫我跟他搜索你 行,這樣也對 對了,他們那邊有沒有什麼事? 他們在飛鵝山找到子彈航 也找到阿超那些隨身的物件 但他們想查一下出事的時候的電話紀錄 也找不到阿超的電話 當阿超Sir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跟我說他在地標位置,替我求救 阿超當我這麼多連警察都很有警察 在緊張關頭之下 打算打電話給你,可以有人救他 但如果他當時的情況這麼危急 他是不是應該直接報警呢? 再不然他也應該發個SMS 給他的醫院同事 他應該很記得我當時的手相 進了醫院未必聽到電話 再不然他也應該發給阿寶 為什麼會發給我呢? 我先回覆我的電話 好 我先回覆我的電話 好 總共 你放著了 對不起 小哥, 定下來規定, 手機 為什麼會這樣? 發生什麼事? 貨物有些問題? 不是吧? 裡面有很多雜質, 開不下去 貨物已經拖了很久 如果再不加工, 趕不及 好, 我通知小哥 你怎麼會這樣? 以前的貨物一向都沒事 哪裡出了問題? 泰國那邊印象像性欲良好 我相信應該不是貨源的問題 有可能是運輸上面發生的事情 我們別想那麼多了 做人不玩夠就殺了一批貨物了 快點老大先開工 英國呢?我們整班人都在這裡 對呀, 之前那幫人已經解散了 為什麼要簽訂了他們? 除了那些狗人 有我的心臟鎖匙 就只有一些人一個 是她嗎? 真的是她? 今晚晚我已經跟她提過 叫她早點回去休息 為何在這個時候會回來? 好, 既然是柔柔應該沒事 不如我出去看看 不行, 不可以讓她知道 我的工場在這裡 如果讓她知道 我找她當持牌人 是拿來做掩飾的 她一定會很生氣 我不知道她會做什麼 你說柔柔會告犯我們? 她經常跟我說 寧願我坐牢 霍哥, 既然如此 我們不如繼續留在這裡 處理滑衣服 等柔柔走了之後我們才走 不行, 問題就除了小哥 很少來這邊 有個事不得那麼齊 看一看, 要去看看外面 對 我平時也很少來 為何一來就出事? 可能柔柔也是趕快撞回來 她未必什麼都知道 不是 是 可能她早就已經發動了這個行動 她說搞我去深屋 其實是想視我 不想我坐牢 霍哥, 敢討不過 外面或許真的很多警察 我們這麼多貨 我… 馬上往後背走 怎麼會這樣? 怎麼肚子都堵塞了? 放開 霍哥, 全部都堵塞了 道門都被人中了手腳 你們是誰出賣我? 霍哥, 你不是懷疑我們嗎? 我們全部都被困塞了 怎麼會是我們? 對呀 我站在這裡的人就是你女兒 我可以把她放上去 是 為甚麼超Sir的電話給你? 是我開槍打超Sir的手 甚麼? 我是迫緣無奈 如果我當時不敢做 開槍的人會是阿忠 到時超Sir一定死定了 只有死了的人才能受到病 是 讓我來 撐住 即是那天的信息是你發給我的 是 當時我暗中收回超Sir的電話 立即第一時間通知你去救他 為甚麼你要善愛工場? 你知不知道我以為信 你搞得要被人停車, 要被人查 對不起 為了抓江世侯, 我有暫時犧牲你 我要得到江世侯信任 他信我才會聽我的意見 繼續保留愛心屋做工場 你真的說愛心屋做工場? 今晚我們會回去研貨 到時我會在貨裡做手腳 引來江世侯回來 你回去通知胡Sir 你叫我怎麼跟胡Sir說 就算我肯相信你 總之今晚我電話一定會被人收起 機會只有一次 如果錯過了, 就永遠抓不到江世侯 你們憑甚麼可以拖到江世侯? 我會利用柔柔, 你喝杯茶 謝謝 柔柔, 其實你和孝哥的問題 我本來想和你聊很久 但我現在有事, 我不如你今晚聊吧 好啊 其實我也不想和你關係搞得那麼僵 那我就約你今晚十點在這裡等 你介意煎還是煎飽給我吃? 好啊 好啊 快點 甚麼事? 為甚麼才替他解釋 阿喬, 你沒有槍 但他去安全地方 跟我來 快點 快點 究竟發生甚麼事? 別問那麼多, 上車吧 不行, 你們不是想抓我嗎? 阿喬 阿喬, 把槍槍撞到這裡 江世侯, 手不掉了 你又是投降了 上車, 上車 總之明天要做的事 就是回家等我電話, OK? 阿忠 阿忠 究竟是誰報警? 是你 阿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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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你的嚴重嗎? 錯, 由始至終我根本不是你的人 我從臥底那一刻開始 我也是為了抓你 我發個誓 我不會被拉拚白髮犧牲的 好, 那你就下去陪他吧 阿喬 阿全, 到那邊 你得跟我來 江世侯 阿喬 還叔頭昆龜 如果你不出來 我就要你兩兄弟死在一起 又說我的樣子像你爸爸 如果你殺了我 我怕你這輩子都會有陰影 當日我說你像我老爸 你還沒壞到甜點 但現在你又制毒又反毒 害小孩不僅 連自己最親的人都可以殺 真是禽獸不絕 我就看看你有多不孝 江江, 快點走 阿傑, 你沒事吧? 你沒事, 你看阿文 過去 去 阿花 阿花, 上車 快點上車, 我來救你 阿花, 你幹甚麼?上車 阿花 你不會救我 你不會想救我 阿花, 你幹甚麼?上車 阿花 阿花… 阿花, 阿花, 你怎麼了? 阿花, 你幹甚麼? 阿花, 你幹甚麼? 阿花, 你好像欺負了東西 這個也是, 九成九欺負了東西 叫白車 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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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 我愛你 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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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66336, 中難民 怎麼樣?想起以前是PTS的日子 你說如果可以時光倒流就好 好, 怎麼樣?你真的決定了不再做警察?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做事去得那麼盡, 遲早會出事 我沒資格再做警察 那如果警隊真的很需要你呢? 不可能, 因為我太沒紀律 又不聽上司問你 警隊放的我是應該的 你錯了, 之前在晉興放風說你是臥底 搞得你要被人最慘的 根本就不是胡Sir 那是誰? 是你的所謂好兄弟, 喇叭 喇叭? 他之前做得那麼久, 只有吉 現在大哥說給他兩條街看 比賽你做不做? 我真是天真 以為在黑社會裡面 還會有人說義氣 胡Sir不僅沒有放棄你 他還選了信你 但是, 我之前什麼證據都沒有全靠 去背後我 我才能破到制度工場 從警校到現在 我最大的得盡的 就是認識你這個好兄弟 我記得曾經說過 我要替你當一個好警察 為香港市民服務 不過對不起 原來我發覺自己有很多事情你無法保證 你記得李Sir曾經說過 面對困難要不畏縮嗎 PTS給你這個人的雞長 不是白白給的 是要靠你的努力換回來的 我們每個人都認爲你有 為何要放棄 我一隻過來 超Sir醒了 司徒超警長 你記得當時在山上 誰可以一槍打你嗎 超Sir剛才說醒了 不如讓他休息一下 不要緊 當時我被人蒙著他的眼睛 真的不太清楚 你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聽他們說 你在裡面想自殺 為何你要這麼傻 我永遠都不能出去 雙腳現在搞成糊塗了 我還留下了一條命來做什麼 爸, 裁決都未定, 你別放棄了 裁決是怎樣, 我心中有數 我永遠都實踐不了我的理想 我還沒想到, 要玩完了 爸, 你有沒有委過你做的事後悔 沒有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後悔 但我唯一後悔的 就是連自己的女兒都不相信 否則 但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 雷休 爸爸對不起你 你小時候被警察抓 我不敢走出來救你 現在明知道工場在愛心屋 有了一次利用你 我不會當你爸爸 是 你不僅沒有盡道父親的責任 你還很自私 你一次又一次傷害我 你欠我的實際太多了 你應該要還給我的 如果可以的 我會還給你 你想要我叮叉嗎 好 那你發誓 幫我完成一個心願 什麼心願 我要爸爸你 無論遇到什麼逆境 都要勇敢地生存下去 無論要等多久 我一定要等你回來 因為我是你的女兒 在我心裡 你永遠都是我的好爸爸 我永遠都愛你 阿森 阿森, 你好好的安息 你不用掛念我們了, 我們個個都很好 對不起, 愛姐, 真是很對不起 其實我們都要全靠你勸服你爸爸 我們才知道姐姐在哪裡 總算了解了媽媽一個心願 對了, 你現在只剩下自己一個 以後有甚麼打算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不如你搬來和我們一起住吧 我不想見到這個女孩, 沒人照顧 我很感謝你們, 還把我當成朋友 但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想一個人走開靜靜靜 那你打算去哪裡 我還沒想到, 我只希望可以快點忘記不開心的事 答應我們, 無論去到哪裡 都要更新你的帳篷 讓我們知道你的近況 沒問題, 但你們都要答應我 多點留言給我 一言為定 我知道你有骨氣 我知道你有骨氣 不想說你靠任何人上位 所以我都會照你的意思 暫時不跟你在一起 我叫不跟你在一起 這麼多人 阿文,我的幸運王子 我知道你一定會來這裡找到這本書 原來我不再見你,不再讓你找到 我只是希望我們的故事從哪裡開始 就可以在哪裡結束 其實我沒有冤枉過 我跟你之間本來就有鴉片片開始 你記得嗎 我只是個粗魯牛精的番板妹 但我就在短片上扮小公主 而你呢,明明就是幸運王子 但一直都不肯承認 我們扮拍拖,扮疼 都真的拍拖,真的疼疼 到我扮不知道你是臥底 到你扮沒利用過我 當中的真真假假 我都開始不懂得睡 但是我可以和阿爸和好 有愛漫遊這個家 做了真正的小公主 成為了很多讀者外帶的作家 這一切一切都是你帶給我的禮物 我寧願相信 你對我的所有愛都是真 因為相信愛情的人才是最幸福 我和你之間發生了太多事 已經不可能再在一起 由不認識到認識,又有緣到無分 或者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吧 但是我終於都明白 我們這兩棵摺之樹要分開 都不一定是一件相感的事 因為他們都曾經在一起 認識到你是我這生人最大的快樂 我會永遠永遠記住這些美好的日子 以後我會像世葉蓉一樣 文馬在遠方為你送上祝福 希望你可以幸福、快樂 你的小公主又有償 你是我最愛的人 無論是多久 我都會等你 直到你原諒我為止 謝謝招哥 不用,快點吃飯吧 再見 超Sir 武龍 聰明,很聰明,這部車很新 做得車長,當然要人車合一 我是新的,車一定能見到人 不然怎麼配合我 超Sir,何時學得這麼幽默 裝備齊了嗎? 完成了 最近有幾個蟹劍案 你和我能隨時再有行動 大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收到 Metard Farm 超Sir 厲害,不是藥包了 有機會做ICPC 努力,努力 是,Sir 港島區兩大社和遺偶 我要你見一個拉一個 是,Sir 李Sir 出發也不打算我嗎? PC六號三收錄 中立文向女Sir報到 O記新丁 等你歸道來吧 別以為新丁有優惠 走吧 是,Sir 1010、210、210、310、430,420 到現在還不見了 任何修改 就在1900和10000上 3102、210、430 com 325、430… 無論拉斌是生還是死, 拉斌都會在 一天警察, 一輩子警察 穿得起這套制服, 這麼多伙計產, 怕甚麼? 記住我的名字, 拉斌Sir 為了配合警隊情報主導的策略 警方不斷提高所有警務人員 在收集刑事情報方面的信心和能力 還鼓勵所有警務人員 積極參與這個收集情報的工作 以便有效地防止和打擊全香港的罪案 他們這麼努力保護全香港的市民 我衷心向三萬個香港警察致敬